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玲 我是游賣2 鏡花先生 夜人者 月君 今天播出的時間就是 年初一 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煙沖爆炸 這個心想事成就搞定了 我夜人者 祝大家夜行快樂 美行 不要新年流流 加上這樣的東西 好 繼續吧 上集的新番介紹 我們今天就介紹了 其他今季的新番 第一套講的當然是 大作先 應該說 基本上整個系列都會做完 他好像說是會 之後都會 但我想問 他第一集有些畫面閃過 會見到雙物魚 是不是他做了同學版尾 雙物魚是OVA 雙物魚是劇場版 好像沒什麼印象 那他之後就 好像之後會播 你之前看到那些畫面 電影版會播 你見到那些畫面 其實是第一季已經播過 第一季 第一季是 發物魚 跟著他做 阿蘭朗希 做Cupry Gordon 好像是雙物魚 總之故事 大家都知道 其實說一次 首先是雙物魚 跟著是化物魚 跟著是偽物魚 跟著是偽物魚 對於每一個 各式的一集 那些物魚故事 就會有 不是啊 跟著還有一些 什麼中蜜魚 俗中蜜魚 魏之後是貓 魏之後就是貓 魏之後就是貓 他說十肚動物魚 一發財 嚇到你了 有錢當然賺 不過補出一點就是 剛剛有馬說的那些畫面 其實就是 大家有個印象就是 魏 化物魚第一集的時候 很快地出過那些 那些小說內容 對小說內容 很快就出過那一次 魏物魚的畫面出來 那一刻應該重播那個畫面 魏物魚的劇場版就是 Around這一年會出的劇情 出過一段PV出來 那你說 整體上 我首先對今次 我看了兩集 即是播放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第三集 不過就未看到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 第三集 還未看 還未看 前半暫時看了第二集 是的 那你說以這兩集的內容來說 我覺得 比起化物魚拖得太慢了 很多水分 即是把原本化物魚兩集內容 鋪到一季的劇情 信不信 但我覺得都很正常 你為何一精題 首先你一開始見到 戰場員和 梁梁梁木的時候 軟禁劇這個叫做 軟禁劇 應該你就會理解到 大概 我們大概會理解到 三十一號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股市 是會有主線 在這裏 但是就未入主線 一開始就這樣說 其實一開始被介紹回 以前的角色出場 但他這樣很不妥 如果這樣 我還未看第三集 你這樣計算第三集 即是 接著又要介紹 班長員 戰場員 戰場出過 第一集講過 監禁片 會不會講那麼久 不夠多篇 現在躲回去 一開始監禁他 那裏 那裏 其實那裏 那裏 我忘記了 第一日尾 之後的事 三十一號 那裏 那裏是二十九號 大家在講那裏 過了兩天之後 那裏 過了2008天之後 那裏 多次的事 那裏是尾 小便 接近尾 應該是他的主線 會告訴他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即是 阿 AH 阿阿阿阿阿阿 就想當前發生了什麼事 想問 好 那你只要看他 頭兩天的行為 就知道他為什麼會被監禁 好值得 不過實際上,定位上,藝物語有點像是一個化物語的fans 如果你以GELGA的比喻來說,遊戲很有人氣,就出一些fans,服務一些fans 給他們看角色多一些劇情的感覺 其實藝物語有點傾向,固然藝物語就有化物語,沒什麼發揮的兩個角色 就是他的妹妹,月火,他們 也都給每一個角色出場,可能就沒什麼實際劇情了 這次就會有一些文場面,那隻褲子那些 那些叫文場面嗎?那些開腳的要在這裡 我覺得第一集還接受到,因為第一集其實是延續之前忍夜的事件 因為忍夜其實某程度而言都算是不辭而別 其實他就拿回這件事件,再去跟八九子做這個延續 我覺得你說,對比我們看上一季的人來說,我覺得OK的這一集,有內容的這一集 但是第二集,你說內容呢 它是有點復不諱的,如果有看原作,或者看了之後的那些東西 就這樣說一說,其實好像虎子說有間房間叫阿倫 千萬不要進去那裡,其實那裡是有些位的 不過你說,不是看原作,還要看到之後的那些原作 你不會明白,而且那個位置其實都暫時說都不大 可能那些人最後都已經忘記了這個位置 好像真的好笑,第二集真的跟劇情上有推進的 只是大概說,Five Sister他們在調查那個什麼怪談事件 就是詛咒那件事,還有說那些東西 就是很少鋪到小小主持是什麼鬼 與其說,今集是講兩位妹妹的話 不如你說,頭兩集都還是阿倫倫魔力 本身在介紹其他角色 即是上集就講了,戰場員和阿倫 戰場員其實沒有講的,戰場員其實沒有講的 但今集就講虎子那一邊 那其實第二集他復不補得多不多? 不算多,其實真的算是service會多一點 感覺上就是,你以前看法脈語就是通常是半集 或者半集搞笑,然後半集就有內容劇情那些 現在比較緊湊一點 對,但因為上次的畫脈語,他的角色多 他回數不多的時候 那個劇情就會比較緊湊一點 但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過原作 脈語是否只有兩位妹妹? 我覺得他擺重了在一些角色,那些service位那些 即是無論是虎子或者是神怨那些 那些位其實不是必須要的 他叫做什麼呢? 我不可以叫那些叫做賣玉 賣玉 他那些叫異淫 他那些叫做,真是異淫 他那些叫做 在家裡就自己怎樣都可以 是啊 即是你要知道那些 疑似益廚已經說 嘩,這個藝物語有這個什麼什麼位 這樣什麼什麼位 已經用一個體位來形容 不過,我作為有看過原作的人來說 其實新房其實都修煉了 有些位其實真的不能出界 其實有些位是 就是好像 虎子那個位其實是做得更加出的 對呀,那些位就是被人截了一套 不單止那些 即是一些對話式那些 其實都暫用了 因為那些比較危險一些 那些位已經比較異淫 即是說你意思是西美在圓著小說邊寫得更厲害 是,有些是死得更老骨的 竟然是這樣 即是原著也是這樣 你可以這樣說 西美和新房一向都是終於原著 他們的電波太革是不需要改太多東西 算了,竟然回去太常珍了,學一下樹靈 有什麼關係 Anyway,聽人說 藝物語就是有所謂的角色崩壞的存在 就是說,這些角色形象好像龍化蜜語一樣 對呀,虎子無緣無故那麼異淫 本來我只是想說一句 就是說動畫感覺比較不重 即是虎子動畫感覺 可能有些,怎樣說 小惡 發酵 發酵啦,或者是小惡魔啦 等等 那些小說會長得更厲害 其實是挑逗的,真的挑逗性 因為其實,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本身在《化蜜語》裡面 是沒有人有意識過就是虎子的角色 是被人覺得這麼爆的 即是很清純的形象 應該說西美本身是沒有想著寫到這個角色 純粹只是一個 你當是單戀中的少女 少女一個 但經過動畫版的加成之後 每個人都說虎子好蒙啊,好性啊 但其實在故事裡面 突然之間人們看回作品的時候 為什麼這件事完全不是這樣 虎子為什麼之後的性格會變成怎樣 我突然間想起一個問題 究竟是無懈知道這些人才入股 還是未知已經入股 其實很多人已經入股了 虎子出來的人 不是 很多人入股了 虎子出來的人 然後再看回有漢化或迷之渠道 看到之後 為什麼完全是另一個角色 但本身西美是沒有設計到這個角色 只是這樣 只是動畫版的加成 是否來到股價會佔一點 不是的 有些人喜歡 都沒有所謂 還是西美有未來眼睛看到 這個花仔香彩12月14日出四張集 不要緊啊 我肯定人們看《必死》看得很開心 虎子鬼都是實 所以你說單二頭兩集來講 當然沒有看過第一季的話 一定是難噎的 這套東西絕對是難噎的 其實事實上也不覺得 最有打算給你看 而你說就算看過第一季 在座我們這麼多位看過第一季 其實感覺就是說 他頭兩集 因為始終 他不會兩季回來 他一季回來 你12集 你分了兩集 他這樣 他敢敢兩季回來 你的口供插得很大 我想說 下一集出什麼 第三集 第三集就是班長 第四集呢 第五集就是小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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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集呢 第六集他兩姊妹 第七集就是入主線 即是八九十集都是監禁嗎 不是啊 你過了一半才入主線 是很難 逼到你說這句 是很難忍 你講笑一點 是很難忍 怎麼說 如果有看過西美小說 就知道他很喜歡寫對話 但是當你發覺 因為抽起了故事 一條主線出來的時候 西美剩下的就是一堆對話 是徹頭徹尾的 變成一個會話劇 所以有些人都說 西美的小說 是很難動畫化的 是啊 其實他今次 他玩文字遊戲 他玩文字遊戲 他喜歡說話多的 他喜歡用對話的方式 他基本上 為什麼你會看到 即使是新房做的時候 其實都 背景那些東西 其實是沒有什麼 因為呢 新美小說裡面 是不會描述背景的 他自己在訪談裡面 都說過 我不用背景了 我真的不用背景了 他可能一句就是說 可能我們好像看一些話劇 那些劇本那樣 就是第一句說 這裡是XX地方 然後就開始全部都是對白 其實反過來用一個好一點的比喻 與其說他的話劇 甚至更甚一籌 他根本是一個廣播劇的 哪有可能 所以他最適合做的 應該是導演嗎 CD 也是這樣說 在化物語的時候 但是最後 做法惡惡可惡人為可能 就是一個新房 始終他說 他這次的偽物語 我想 我不知道 第三天他真的要留意 就是他講話的時候 要好像化物語 其實真的要推進那個劇情 可能和現在就是一開始 他不是用那兩姐妹的對談 去說這件事 所以令到大家覺得這個故事 沒有推進了 只是阿倫兩妹 今天在那裡 今天在那裡做什麼 不是 她是逐個逐個去攻略 去女子的家 簡單來說 不要緊 有戰場員可以的 然後我真的想到第三集 是不是說 有很多時間 我打去頒獎 之前是不是去你家 順便去過幾個夜 戰場員我來你家 哇 簡直一流 這些完全是那些遊戲 分三二日子 早上 下午 黃昏 在學校裡面 你去哪間房間找哪個角色 如果他真的這樣 會有機會代替人渣成 他本身也是一個人渣 他也不是人 他也不是人 他也是半人渣 四分一個吸血鬼 四分一個吸血鬼 沒錯 一半是人 一半是人 一半是人渣 你看到你第一天 他只是跟八九子那裡 都說了半個小時 然後再殺他 苦子家 你撇除了一個 八九子已經是最好看的 最好笑 你們撇除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 他是對著八九子的樣子 說不知多少分鐘 然後八九子的內褲 不知多少分鐘 對比來說 第一集的內容 是比第二集更精彩 第二集純粹只是賣相片 而且角色之間的對話 其實沒有什麼內容 而且我覺得 其實苦子那裡 可以帶多些兩姊妹 那邊 他們查看那段事件 因為始終他跟他 都是同一個grade的學生 他應該知道多些 對 更何況 他一直都沒有說過 兩姊妹究竟現在做什麼 他現在是用 阿良良木的事 去看 他唯一可以拿到的地方 就是在阿虎子那裡 那時候那些 可能很快就大過了 就是他們調查 或者神緣都OK 神緣他就算 上一季都說過 他在後輩方面 都很有人氣 他們兩個 是唯一一個 可以帶到故事的角色 就是你又知道 神緣本身 是非常之白的 你已經可以在這兩姊妹 他這兩姊妹 不知玩了什麼出來 神緣好像是高中生 他兩個妹妹 還是初中生 我說是後輩的case 他還在中學時 那個情況的時候 都不用的話 難道你真的說 班長什麼都知道 所以班長可以說出來 不是吧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比較順色 對話內容上 其實每個角色 在法務院有很多定位 戰場員可能就是呂王 S啊 梁梁牧 而事實上 在對話上 電波上比較配合到他 都是只有八九字的 其實 就是看回 可能兩個對話上面 撞到一些搞笑的東西 都是八九字 所以純論對話精彩度 其實是八九字好一點的 即是你當日一配回去後面 講虎子講神緣的時候 只是看 你不要計殺必死的東西 只是看搞笑 對話上 笑臉就差一點 通常他跟神緣說的東西 都是一些異淫的東西 都不是 他只可以套租 對 神緣的角色 其實他已經近乎是 我們看一些動畫裡面 一些男性好朋友的角色 基本上已經是 你錯了 那些叫做選友 碰友 碰友 碰友是你的 這樣危險一點 大家坐開一點 最後都是碰友 他們兩個 不知道碰來碰去 第二集最後 不知道碰來碰去做什麼 不過算了 楊真 另外你說 OP方面 其實我不可以說給大家 但風格 那個melody 和大家跪 他不是差的 我看到有兼用卡 我只是指個 我知道是首歌 畫面的話 就算了 新房的東西 就真的 很想打 你本來想著 應該每個角色做一個 你不知道怎樣 是否依照法脈瑜的OP 會變 不是 其實我看了第三集 一開始 他是用回第一集的OP 即是 戰場員的OP 可能因為第三集 都會說戰場員 未看第三集 未看就不穩定 對 音樂方面 OPENING 剛剛也說了 可能歌方面 比較延續 其實也是那個人 神前曉 這個人作曲 例如 一開始戰場員 的OPENING 都是用回那首歌 好像有支節目曲的風格 都是 Stable Stable 那首歌的形式 差不多 而你講到 Ending 那裡 其實畫面的構圖 都是承接 就是 化脈瑜那種 草稿 即是 塗鴉式的作畫 那種 畫師也用回那種 作畫 特別一點 也不是特別的 但也算延續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是 化脈瑜那時候 Ending 就是Super Cell Super Cell 就是RYO作曲 他作了那些 例如 Mels Viris Mine 就是初音 那些很出名的歌 這次 就不是 Super Cell 他自己出來作的 就是RYO幫人作曲 就是幫卡羅斯 一對 就不是他自己 找回人唱 不是他自己的 band 出來唱 就是他幫人作曲 也算是延續了 都是個人幫忙作曲 但我覺得 挺有驚喜 你覺得那個Ending 也算是 因為一直 但是我覺得 以前第一季 法脈瑜的衝擊力大一點 以前受Ending 可不可以 我覺得 會貼題一點 對 即是他的歌 本身的詞 他用回是觀星那集 你記不記得嗎 對 最後去回他們看星空 我就想問 你ED那時候 好像不是出那集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那種感覺 但那時候也覺得 挺好聽 本身歌手優勝 即是歌已經好聽 然後到那集播的時候更加爆 說真的 我是不會期待 這一首歌可以比得上之前的 你所不知的故事 即是法脈瑜的Ending 那時候 始終歌手 倫歌手實力 照根請 這次Klaris 都是兩個初中女生 是不是初中女生 中三 現在 他們兩個初中女生 的一個歌手組合 真的 說真的 因為這麼輕的年紀 唱歌一定有限 有限制 但算是首歌詞 挺活潑 挺可愛 挺適合他們的風格 感覺不錯 我想其實他拿那個感覺 其實是拿回兩姐妹的 即是那兩姐妹的 年齡層 那個位置 好像他們 我想之後應該會有機會 駁回 但我記得歌詞 如果這些剪的位置 就是對男朋友 殺嬌那類的歌詞 都不是可能對阿哥 對阿哥殺嬌 對阿哥殺嬌 對阿哥 總括而 聲優的工作 這套東西 當然大家都不需要怎樣質疑 我覺得其實 純粹老實說 剛才都說過 這套Drama CD 即是大家一卵嘴 辛苦聲優 不是聲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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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芯芯不是覺得說不足夠 所以一定要在畫面上給點衝擊 而且 今季 你說暫時兩集裡面 轉黑幕的情況是少了很多 因為換了人做系列監督 大家有印象就是美石達也 這個人 就是發物語當時做系列監督 我們剛剛說到 一開始說到 就是一個雙物語的劇場版 那個就是美石達也自己做的 今次藝物語就換了一個人 叫做板川智恆的人 就是做系列監督 就是series director 多數決定風格 就是現在的動畫公司 決定風格的人 一套動畫決定風格的人 就是監督組 所以動畫演出風格 都會有不同 所以就會見到少了用的黑幕 還有字 很多時候畫出字的畫面 就用少了很多 就是會形容 就是畫了 畫物語裡面 用得多的動畫 來作畫意外的方法 就是來加字 加一些實體的畫面 那些東西 就是用得比較多 藝物語就用在作畫裡面 就是大家都是在作畫 表現那些角色的活動 多一些場景的變換 或者是把角色對話的內容 用畫面表現出來的東西 多一些那些東西 可能比較易接受一點 我想相信 可能觀眾也會 對啦 這套就 介紹我的朋友都是 你先看了化物語 你先看了化物語 你先不要馬上看藝物語 我覺得你未必受得住 你化物語都受不住 你不可能受得住藝物語 有個心理準備 只是一套會話劇 你會好些 如果你覺得化物語 可以的話 因為很多人 其實接受不了 這種對話 會覺得很悶 有些人會覺得 對啦 或者你對星9本身 沒什麼認識 那就更加 這個加成就更加 沒那麼大 那我們就看看 之後會怎樣 好了 我們去下一套